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把伞是由特殊材料所定制完成的 这把伞的骨架采用的是纯银材料 如此独特的选择 确实是市场上那些凡护俗伞 缩比不上的 而且这把伞的价格可是高达了10万元左右 这身价真是不足 老塞在车门上放置雨伞的插孔内容 自动烘干装置 使用者在下雨天回车上后 也不用担心湿漏漏的伞无处可放的烦恼 只要将这把伞放回原处 最后被自动烘干 根本不用担心插孔内会有积水 但是这把伞最大的功能却不是用来挡雨 是不是出乎你的意料 这把伞是专门被女性所设计的 设计来防止走光 就像明星所参加的各种典礼 女性都会走红地毯 届时被所有的记者和摄像机对着 穿着性感的女性会面临下车时走光的风险 这是这把伞起到了防止走光的作用 或许你会问 像这样的一把伞应该很多车企都会跟风吧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因为这把伞采用宇宙不同的制作材料 以及独特的制造工艺 其能是被轻易模仿的 一般车子加装这个功能 没什么大的实用性 而且加上维修回忆 也因此没被模仿 慢慢的 这把伞也成为了老三S独特的标配